姐姐 开箱视频期待了一天了 又不直播了是吗 快点开箱视频 姐姐请告诉我 开箱视频已经等了好几个星期了 打卡 再等开箱视频的第三天 哇 这不就来了吗 谁让我擦擦箱子上的灰 哎呀 灰可真多 其实快递一到 我就查开看了一眼 然后就一直等着手机指甲来拍那种 今天我就给你们看看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现在开始打开了哦 估计是被我丢来丢去 显得很杂乱了 但是小粉丝在里面还放了两个快递 我整理一下 一个一个拿给你们看 这是一个 对 你们没有看错 这是一个姨妈精 还是开过的 这个孩子不知道咋想的 哎 这里有一个小袋子 空的 啥也没有装 两包大辣条 好吧 还有一包刚刚尝了一下 就没了 容易占输 我的天 这东西也能买的吗 给你们看看 上面写了啥 我念给你们听 恭喜伴拉同学 大学毕业 祝你有个好工作 此致敬礼 哇 这个真的太感人了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把它和我的毕业证放一起 不过祝福语也能写在毕业证书上面吗 这是第二个快递 里面装了一把小扇子 这扇子可真可爱呀 粉粉嫩嫩的 上面有只小西级 我还是小时候用过这种扇子呢 扇起来粉很大呢 可可爱的机灵鬼 哎 这个小白盒子是什么 我知道了 它好像是和这个小白袋子是一套的 让我来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天啊 这什么 一根小皮筋 皮筋怎么会放在这里了 开箱时大未解之密之一 还有一根手链 好精致啊 上面还有蓝色的宝石 天啊 这不会很贵的吧 很贵的话 我得给它装着再送回去 再看看还有什么 一本小竹片集的小本本 我不打开还不知道里面有三本呢 可以撕下来当面签 也可以做记事本 可可爱爱 可可爱爱 哇哦 我这里居然还有作者的一封信 拆开看看 一封很用心 写了超级长的信 妈呀 这也太感人了吧 我真的对不起这个小粉丝 对不起韩香呀 我不应该把你那么用心的快递 搁置了500年 信我就留给自己慢慢看啦 好 最奇葩的礼物来了 一本成语故事书 你们可别小看这本成语故事 这可是小粉丝读完了的成语故事 上面还写着他的大名 选手一翻就可以翻到 我曾经也读过的故事 看 这是画龙点睛 小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故事书 只不过被我撕下来 一张张贴在门上了 我也记不清 这是什么迷惑行为了 这是什么东西 一块银器布 天啊 刚刚那条手链 不会是纯银的吧 这孩子 你不会把你家的传家宝 都拿过来了吧 赶紧封起来 还有机会送回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快递 诶 这什么 有一辆小车 哇哦 好可爱的水晶车车 震惊 小粉丝给我送车了 我以后也是有车的人了 这个小车车摆起来 肯定很好看 给你们在光下看看 透亮透亮的 还会折射光的颜色 再看看第二个快递是什么 哦 我知道了 是一张补梦网 里面是装补梦网的袋子 一张贺卡 哇 蓝色的补梦网 果然更好看 其实我家有一个白色的 给你们对比看看 这个小猫下面挂着的 就是我家有的白色的补梦网啦 再看看小粉丝送的蓝色的 蓝色果然是仙女本色 不过这里光线不太好 拍不太出来 一打开 哇 这么多礼物 你们觉得你最喜欢哪个呢 反正我都喜欢 小朋友才做选择 好看 好看